剛才有提到說它受到流行音樂的影響 那個PUB的意思跟現在我說的大概念流行音樂是兩個概念 這個爵士樂 光這個爵士樂本身的發展 也是體現那個主流跟非主流之間的矛盾 你請問一下這個不一定是有爵士樂 像那個貝多芬莫雜誌大概也是 已經是三四百年了嘛對不對 那在這三四百年之間有沒有人 興起就是發現他比這兩位還厲害的 我們現在比較不會講說貝多芬莫雜誌叫做最厲害 因為那個會陷入一個所謂的 我是說他們的作曲量啊 就是作曲量有被接受度就是能夠像他們這樣子 作曲量的話比他多的大有 在歷史上還是有 可是整個接受度整個知名度有像他們這樣子吧 對呀你說接受度 接受度到底要多接受才叫接受度 這個有值得討論 而且接受度就是聖經嗎 就是評判標準 不是啦 我是說 因為這兩個總是過去的了嘛 然後 我說這幾百年之間有沒有在出現 其他的音樂家可以 就是說可以跟他們匹配的 就是在音樂這個領域 要不然我們從小子知道就是貝多規模 現在齁 現在這個在現代末期跟 或者我們說後現代這個時代 我們比較不說誰取代誰啦 或者我們比較不說 誰更勝於誰更優於誰啦 我們是說他們不一樣的 然後他們有這些表現的方式 然後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去開發其他的可能性 比較強調可能性的 不是強調好壞 就像老師我們等一下可以聽股民情嗎 哦